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首制造的德雷斯罗萨的惨剧 是挺招人恨的 但是当我尝试了解他以后 才发觉他也是个不幸的可怜人 原本出生于圣地玛丽乔雅的多佛朗明哥 是高高在上的天龙人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日子别提有多滋润啊 但是谁让他那么不走运 有个天真的父亲呢 非要消烦做个普通人 悲剧的影子就这样埋下了 一夜之间从高高在上的天龙人 变成了他眼中的奴隶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根本没有选择权 如此大的落差 换谁也很难接受啊 就像平日里习惯三瞻海味 突然给换成了蚕羹冷制 你能没点情绪 更何况他还只是个小孩 所以说小时候的明哥本性并不坏 最多算是个性格恶劣的顽固子弟 小张把握了点 只要好好教育 还是有机会做个好人的 普通人和天龙人之间的关系随复不容 如果低调点 不透露自己的身份 靠着那些财宝积蓄 也是能维持之前的生活水平 但这样一来 就违背了豁明古圣的初衷 所以他大大方方的公开了 自己是天龙人的身份 当其他人知道明哥一家是天龙人之后 噩梦就开始了 挤斩了几百年的仇恨 这下总算找到了发泄口 他们先是被那些怀恨在心的人 放火烧了房子 被人连夜坠杀 无处安身的明哥一家 只能借助在废品回收站一样的地方 之后的明哥 过着犹如过街老鼠一样的生活 肚子饿到去偷面包 被人发现后还遭到一顿毒打 必不得已还要去垃圾堆里捡东西吃 无楼偏逢连夜雨 这样的环境下 明哥的母亲也病重去世了 一直以来积累的怨恨 终于冲破了他的内心 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的父亲 事实上也的确是他父亲的错 被众人抓住后 被吊在高墙上 经历了冰死时刻 也终于将明哥彻底推向了人类的对立面 他不顾罗兰的哀求 果断的射杀了自己的父亲 可就算这样 也没有换来重回玛丽乔亚的机会 这一下他连天龙人也一块恨上了 命运的转折点 往往都是一些不起眼的选择 克拉松遇到了战国 他的人生得到了温暖 治愈成了善良的小天使 明哥没有克拉松那么好运 遇到战国那样的人 他遇到的 是和他一样走向极端的维尔哥一虎 内心的伤疤无法愈合 化作吞噬一切的黑洞 不管得到什么都无法填满 只能留下一个被毁坏的世界 一说起桃子柱 就会想到这是一个艳福齐天的家伙 不是谁都有资格事无忌惮的 埋在漂亮姐姐怀里的 现在看他是个没心没肺 挺乐观的小朋友 但他童年 嗯 又年经历的磨难 绝非一般人能够承受 桃子柱甚至远没看上去那么简单 在冰红岛出狱 还以为就是个普通的和之国小孩 运气不好被人拐到了研究所 直到在左屋被警卫们一语道破 才发现原来这个小不点 居然是和之国大名之子 光月家族的少主 小小年纪就背负陷海深仇 被凯多搞得交破人亡 被迫流落海外 之古帝王家的孩子都找熟 这话放置尸海皆准 动画也不例外 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能保持乐观 想着为父母报仇 换成普通的小孩 怕是早就瞎傻啦 除了因为他的内心强大坚定 有着领袖的觉悟 还有就是因为他的幸运 幸运的是他非孤身一人 身边总算还有几个忠心耿耿的家臣 守护着他 尤其是警卫们和他一起假扮父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警卫们填补了父亲这个角色的空缺 这在心里给了桃子猪一时未及 还能继续感到温暖 比起明哥 桃子猪的生活都是可以用幸福来形容 虽然同样都是从天之交止 到人人喊打 但明哥是自己扛下了一切 桃子猪却有加成为他遮风挡雨 虽然他往路上吃了很多苦 还要担惊受怕 但总算是在健康成长 即使后来遇到大危机 被困研究所 他也很快就遇到了草猫团 不光救他脱离困境 还要带他回和之国 帮他找凯多报仇 等到和之国故事结束 桃子猪就可以继续过他光月嫁少主的生活 之前悲惨的遭遇 对他而言更像一场历念 一路上收获的经验 会帮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君主 艾斯的一生就愁眉为自己活过 他像烟火一样 就算绽放灿烂 也是为别人 留给自己的只有满回镜 他的悲剧也是早在幼死就被注定了 还未出生父亲就被当中处事 母亲为了保住他 又要躲避海军追捕 还要想尽办法让他不要那么早出生 然后艾斯出生了 母亲也就去世了 好在卡普带走了他 将他交给了达旦抚养 不然一出生就变成了孤儿的艾斯 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背负海贼王之子名号的艾斯 被所有人嫌弃 如果罗杰有孩子 一定要斩首 就连抚养他的达旦 都说过他是恶魔之子 每天生活在别人的谩马中 可以说童年时期的艾斯 从来就不知道开心是什么意思 甚至连自身的存在都开始否定 虽然内心有着对父亲的怨恨 认为这一切不幸都是源自罗杰 也会愤怒到大打出手 但至少没有走上歪路 这都是因为有卡普的及时开解教导 还有达旦那群山贼的照顾 虽然他们对艾斯早就放任不管了 可对于艾斯这种极度缺爱的交货来说 哪怕只有一根火柴的温度 也足以温暖他的内心 女帝汉库克 我心中的女神 平日里就是一副蔑视一切的高傲姿态 除了路飞 没有谁能入得她的眼 看起来似乎没吃过什么苦的样子 其实所有人都被她表面现象蒙蔽了爽眼 女帝汉库克同年 比之前讲的几个都要惨得多 在她12岁那年 三姐妹一起出害 却意外被人贩子拐走 卖给了天龙人当努力 身上也被落下下等人类的印记 这是洗不掉的永久耻辱 所以现在就连洗澡都要清场 就是怕被人看到 会遭到其他人的招效鄙夷 被困在玛丽桥牙的那四年 是汉库克不愿回忆的悲惨过去 没有意识希望 只想着如何死去 虽然不知道在她成为天龙人无力的期间 究竟遭遇了什么非人对待 但是看到她决心拨开头发时 那颤抖犹豫的手 就知道那如同地狱般的生活 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理创伤 看到讲述往事的汉库克 乌珠面孔滴下眼泪 是真的有点心疼 那时她才是个小女孩啊 天天被人折磨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心里多么无助害怕 如果没有泰格大闹玛丽桥牙的事 恐怕三姐妹中起一生 都很难掏出天龙人的掌控 会一直沦为那些所谓贵族的玩物 有一个人他和汉库克有着相似的经历 同样被人贩子拐卖给天龙人 做了奴隶 真是可恶的人贩子 不管是动漫中还是现实中 一样令人生恨 同样是一位泰格才逃出了天龙人的魔状 他就是我们的二嫂科尔啦 不过呢 论惨他应该惨过汉库克 汉库克被抓走时比他年纪大一点 心理成熟力也会强一点 再加上还有姐妹 还可以抱团取暖 总算有个依靠 再说克尔啦呢 我不记得他被拐走时几岁 但我知道他是在11岁遇到的泰格火上玛丽乔亚 才逃出来 看到他因为长期受天龙人虐待养成的 一感到为难就干活的习惯 就能推断出这是一种地狱般的生活 他至少也过了好几年 他的童年如此黑暗 能一个人咬牙坚持了那么长时间 让人佩服又难过 奴隶的生活方式在克尔啦身上已经根深蒂固 很难改过来了 再次见到泰格 已经是被解救出来的第三年 但是第一眼看到克尔啦 就发现他就像个布偶一般 脸上还挂着僵硬的笑容 就算被阿龙打出血 也依然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因为他一直走不出阴影 对不起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哭 请不要杀我 克尔啦明明很害怕太阳海贼团的人 但是为了能见到妈妈 还是鼓足勇气上了船 他说自己还是有点用的 不要杀他 听着他的自言自语哀求 我会一直不停的扫地 请不要再倒 一边用自己裤子上的睡布 机械的擦拭夹扮 自己流血都没有反应 清醒过来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说他没有哭 不要杀他 不管做什么他都不会哭 他内心的恐惧 已经把他整个人都吞噬了 成为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对所有人都抱着同样的戒心 看到他那卑微的模样 实在太令人心疼了 还好泰格又一次成为解救他心灵的人 他帮助克尔拉消除印记 告诉他想哭就哭 还有他释放了善意 终于打动了克尔拉 让他迈出了回归正常人的第一步 如果没有泰格 克尔拉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 表达自己真实的感情 能够看到现在活泼开朗的二少 真是多谢了泰格大哥 如果说其他人的童年 是如黑色念玉 那么罗的童年 就是白色的地狱 他出生在一个名叫白色城镇的地方 放野望去一切都是白的 纯洁美好的下面 却掩埋着贪婪的欲望 破千框开采出来 会让人中毒 但是世界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牺牲城镇的居民 最后更是为了掩盖罪行 散布传染病的假消息 就这样城镇遭到屠杀 罗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被人射杀 妹妹租的医院 也被人放火烧了 本来要一起逃出来的小伙伴 还有关心他的修女 也全部被军队给杀了 如果他不是躲在实体堆里逃出来 估计也会变成其中之一 最惨的是罗虽然逃过一劫 但出生在白色城镇的他 也染上了破千病 时热无多 一连串不幸的遭遇变故 让罗悲痛欲绝 性情大变 在幼小的他的眼中 整个世界都是与他为敌的 所以他要杀更多的人 要毁掉这个世界 每一个见到罗身上白色斑块的人 都恐若蛇蝎 闭字不及 那些嫌弃惊慌的神情 就像利润一下下戳到罗的头处 让他变得敏感自卑 所以我一再强调 如果没有遇到克拉松 罗就会变成第二个敏歌 成为一个杀人机器 这期间是克拉松的温柔 不断的治愈折磨 是他带着救赎之光 让罗没有在绝路上越行越远 作为草猫团最早上传的成员之一 纳美的过去我们早已有所了解 纳美的童年不用多说 也是一个大写的产字 通过阿杰的描述 我们知道了纳美还是婴儿的时候 就和洛奇高一起被父母抛弃 贝尔梅尔是在战场上捡到这两个小家伙的 在养母贝尔梅尔悉心照料下 小纳美慢慢长大了 可惜幸福的时光总是特别快 阿龙的到来 让这一切起了变化 他占领了可可西亚村 要求所有人用钱买命 平时穷到连件新衣服都买不起的贝尔梅尔 将所有钱都给了阿龙 却是为了换回两个女儿的性命 已经身无分文的贝尔梅尔 下场可想而知 纳美就这样看着自己的母亲 死在阿龙的墙下 还没来得及记住悲伤 痛苦已经接踵而至 阿龙看中纳美的绘图能力 用全村的性命做威胁 才十岁的纳美 用他自能的双肩 独自扛下了一切 他为了村民们安全 答应成为干部 不想让村民无畏的牺牲 就说自己是心甘情愿加入的 看到其他人 我会心疼他们的经历 可纳美呢 我最心疼的是他的坚强 小纳美实在太苦了 曾经美好的梦想 变成了束缚在身上的夹锁噩梦 自己亲手将自己 退入众叛清零的境地 帮仇人打工还要忍受误会 就算这样 他也没有放弃过 因为他相信贝尔梅尔 只要豁下去 就有值得高兴的事 所以他拼命努力赚钱 然后他终于等来了草毛团 前不久我们说过团宠小可爱巧吧 他也是很惨的一只鹿 像棉花糖一样舔到忧伤 冲一出声 就因为与众不同的蓝鼻子 遭到同伴还有父母的排斥 为了不被群族抛弃 又晓得他努力的跟在队伍后面 本应在父母保护中幸福成长 如今却要独自面对风险 当他吃掉人人果实后 可以像人一样说话走路 这在其他路眼中 简直是怪物 立马把他移出群聊 巧吧就这样失去了自己的同伴 当他为了得到同伴 伪装成人类后 又一次因为视不像的怪模样 被人类当作怪物 还遭到了村民的围攻射击 他只是想找到朋友有人陪伴 却把自己搞到遍体鳞伤 险些连命都丢了 真的替他委屈 蓝鼻子又不是他想要的 吃果实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人人果实 好不容易有个西鲁鲁克 当他儿子一样疼 却又得了绝症 巧吧更是无意中 叫出了医生的死亡 这对巧吧来说 实在太难接受了 之前人类对他不公平的对待 再加上最后更是目睹的那些人类 对西鲁鲁克死亡的嘲笑 这让乔巴彻底对人类失去信心 变得讨厌人类 再次欣疼一下我们的小可爱 那些人是怎么下得了手的呢 太残忍了 即将要登场的这位呢 是比较特殊的 其他人要么被人贩子拐卖 要么只有父母双亡 但三只就不一样了 不光父亲生龙活虎 甚至还有一群兄弟姐妹 不过我觉得这才是最惨的 最重的伤往往来自最轻的人 外部给的伤害 远远不及家庭内部造成的伤害 家是什么温暖的避风港啊 如果有一天连家都变成地狱 想要逃出去 又有什么地方可以骑身 这才是真正的无家可归 人家都是有家归不得 三只却是拼了命 想要离那里远远的 三只的童年有什么呢 令到他有如此大的阴影 冷血无情的父亲 认为三只是失败品 对他爱答不理 最后还被戴上铁头套 关进了地牢 告诉外界三只已经是了 这种父亲不要也罢 兄弟也当三只是失败品 凭日理就喜欢欺负他 比如以脑袋把他顶进墙里 有事没事来顿拳打脚踢 我都觉得要不是三只有主角光环 分分钟就可能没命了 估计一天农人的努力 也不过就是这种大狱了吧 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美丽的罗宾小姐 因为父亲去世长 罗宾对他完全没有印象 母亲为了寻找历史证文 在他两岁时也离开了 一直没有机会体会来自父母的温暖 寄人篱下又吃了恶母果食 罗宾在所有人眼里 都是不受欢迎的存在 从小就要看人脸色生活 不用想都知道 罗宾一定过得不快乐 当他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兴趣 成为考古学家 又刚好赶上奥哈拉学者研究历史证文的事 被世界政府知道 为此不惜发动突破令 就这样奥哈拉岛被毁 母亲也始于战火之中 克罗巴博士和学者们被残忍杀害 刚认识的好朋友沙乌罗 也为了保护他 被亲自冰封 整个岛被吐入一空 罗宾虽然在亲自手下捡回一条小命 可还是被世界政府挂到了通缉名单上 年仅八岁 悬赏金额就高到了7900万倍里 俗话说财博动人心 面对如此丰厚的赏金 导致罗宾在逃亡期间 多次被人出卖 如果不是他公鸡灵 早就死了100次了 他不信任人的阴影 其实就是这时候留下的 从此以后 逃亡和背叛 成为了他的人生的主旋律 我觉得海贼王干脆改名 童年比场大会算了 伟天是对童年有什么阴影吗 想丰富角色完全可以用其他办法嘛 何必摁着童年玩略呢 搞得在下每次看到他们的回忆童年 都忍不住心疼 想讨厌那些反派都讨厌不起来了 不过我还是总结出来一个道理的 不要被光鲜亮丽的现在蒙骗双眼 搞不好背后就是一段掠你掠到甘疼的过往 强大都是从苦难中魔力出来的 与君共勉 好了本期影片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 在影片还没结束前 记得留下你的钟机 订阅分享点赞 我是梦想家 我们下期见